哈嘍 大家好 我是鹿角 我人現在在東京 我這次出來東京工作 那因為有隔夜的關係 客戶他們有幫我訂一間東京的飯店 以連住在東京的時候 都沒有機會住東京的住宿 現在住在熊本 有不同的角度來東京 就可以建造一樣的公園給大家了 這次我要住的飯店 是在新宿 意外他說的遊園的日式旅館 在新宿竟然有旅館 一開始他們跟我說的時候 我有嚇到 因為新宿是一個購物勝地嘛 跟旅館的印象是爸剛打不著的 所以我還蠻期待 不知道會長什麼樣子 現在晚上9點50分 我從新宿三丁木車站出來 差不多走路要走8分鐘會到那個旅館 我現在看到風景還是全部都是市區耶 好難想像這個地方竟然有日式的旅館 我們到了這一家 這是我今天要住的遊園六康 真的就是坐落在一般的民宅之中 一個很唯美的日式旅館 而且還蠻方便的 因為它的對面就是一家7000 有缺東西的話可以直接在7000買 好酷喔 在東京裡面竟然有這種地方 可以住在新宿 這個門還是木頭門 真的非常有那種日式的感覺 它的大廳也好優雅喔 他們這裡的裝飾都很日本的和風 我的房間在6樓 他說可以加價訂高一點的樓層 可是我一個人住 我也沒有必要弄漂亮的景色 所以我就沒有加價了 這裡要按電梯門 要用房卡感應喔 它的房卡也是木頭的 一個一個小地方真的都很用心 在忠實那種很日式的感覺 我是18樓裡面住在6層的一般平民 整個設計都好有氣氛喔 我的房間就是這個 DEO08 跟大家說這個房間非常的漂亮 你們一定會嚇到 給你們看有多美 你們看超級漂亮的 而且這邊還可以放小行李箱 那種大的行李箱應該放不下 可是小行李箱攤平很夠 我剛才掛外套被我擋住了 可是這裡有個全身鏡 還有四個衣架可以讓訪客掛外套 畢竟這裡是溫泉旅館 他們就有提供是真的溫泉旅館穿的那種雨衣 所以出去的話 他們就是也提供這種穿雨衣用的拖鞋 這個還蠻特別的 其實我住的這個應該是兩人的房子 它的床比較小 所以它有附兩個這種竹籃 讓客人去泡溫泉的時候可以用 那裡面有大浴巾跟小毛巾 旁邊這個木箱打開來 還有茶跟小點 這個是黃豆餅裡面有黑糖 要來吃吃看 旁邊這一包應該是鮮貝 而且就是給客人泡茶的時候可以來吃的小點 還有提供插手的小毛巾刷用的杯子 可是我剛才就想說奇怪 牙刷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被我找到了在旁邊這個木盒 這個木盒輕輕打開上面的蓋子 就是一些配品 有牙刷、棉花棒 還有梳子、刮鬍刀 嚇死我我剛才想說沒有牙刷怎麼辦 然後這個洗臉的盆又是另外很有意境的東西啊 非常的日本風 而且它是做成這種黑色的 更有氣氛 然後旁邊還有個洗手乳 然後這裡還有很大的鏡子 還蠻貼身的 是女生的話就可以坐在這裡化妝 那洗手台下面還有個儲藏櫃 儲藏櫃的話裡面有個冰箱 旁邊呢有個快煮壺 吹風機也是用袋子裝起來 這個飯店真的在這種地方很用心 就是不讓大家看到那個很生活感 或是沒整理的樣子 風的大小合格夠大 去飯店最怕遇到那種風非常非常微弱的吹風機 那我們先去看床的部分 床的話是長這個樣子 先給大家看牆壁 這裡又一個很可愛的裝飾 有一個很大的電視 然後這個呢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浴衣啦 其實一般飯店是不會提供這種浴衣的 真的是日本的溫泉旅館才有提供這樣子的浴衣給大家 而且這襪子很特別 不是一般的襪子 也是這種穿浴衣專門用的竹袋 而且飯店非常的貼心 在浴衣的上面還放一張紙 教客人怎麼穿浴衣 就是對應多國語言喔 有中文、有日文、有英文 就不會讓大家穿錯 那在枕頭的旁邊呢 這裡有個電話可以叫櫃台 然後有個USB插孔跟一個插座 還有調燈的亮度 這個是其他燈的開關 插座我自己覺得還蠻多的 因為這裡有一個 這裡又有兩個 剛才洗手台旁邊又有一個 那他們這裡還有附兩瓶水 也是明水喔 感覺是很厲害的水 然後它的地板是榻榻米 真的是非常的日本 然後我發現在床的旁邊這邊 窗戶這裡可以把這個簾子拉起來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那因為我是住六樓的關係 可能看不到什麼很漂亮的風景 可是我有上網看別人住到很高的樓層 那夜景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房型也更厲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衛浴間 他們這裡是乾濕分離的 淋浴間畫是長這樣子 還蠻漂亮的 而且它那個蓮蓬頭啊 是水勁夠強的蓮蓬頭 墨浴用品是他們自己出的牌子 這個也還蠻特別的 因為一般都是用資深湯或是POL比較多嘛 廁所就是大家最愛的免治馬桶啊 這是來日本不管去哪都一定要免治馬桶 這個衛生紙固點也是黑色的 這個是他們這裡的小巧思 就是顏色盡量統一 基本上都是黑色跟木頭色比較多 接下來給大家介紹一個 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用心的地方 就是他們裝備用衛生紙的是用這種束口袋 而不是直接把衛生紙放在上面 因為如果直接把衛生紙放在上面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突兀嘛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種跟整體的風格 比較搭配的束口袋來裝 這種地方就是感受得到飯店的用心 我現在也換上浴衣了 我好喜歡穿這種溫泉旅館的浴衣 我每次只要有我一定會穿 然後剛才沒有跟大家介紹到check in之後 他們其實也給了我很多東西 我這裡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有給我一張早餐券 早餐的話是另外付的 一顆是1800日元 因為聽說他們這裡的早餐還滿有名的 所以我覺得難得啦 還是吃一下比較好 另外這張卡是女性專用浴場的解鎖卡 這個非常的安全喔 因為有非常多的飯店 是男生跟女生在隔壁 那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雖然我相信很少人會直接進去啦 但是他們有抓到這一塊security 我真的覺得很安心 然後還有這一張是資訊卡 這一張資訊卡就把所有的資訊都寫在裡面 而且這樣小小一張 帶著去哪裡都很方便 等一下我去大浴場洗一下澡 洗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去旅行的時候 或是像現在這樣子來出差 都會帶什麼東西 大澡堂是在18樓 這個電梯上升的還滿快的 雖然很快的是耳朵不會痛 這個是大澡堂的門口 超有氣氛 那這裡有寫說如果要泡澡的話 要把這個拖鞋脫掉 放在拖鞋整理箱喔 因為大浴場休息區 還有其他客人在休息的關係 這裡開始我用錄音跟大家介紹喔 拖鞋放到拖鞋整理箱後 進去可以看到很寬敞的休息區 還有男女湯 泡完湯的人會在這個休息區坐著休息 邊看著窗外18樓美麗的夜景 現場真的非常浪漫 那這裡除了有飲水機可以讓大家補充水分之外 還有免費的冰棒可以吃喔 這點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貼心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服務 因為泡完澡吃冰棒真的太舒服了 那還有雪印的牛奶自動販賣機 這個也是日本人泡澡的訂飯 有機會大家來日本可以試試看 泡完澡喝一杯牛奶也很舒服喔 那另外吹風機是帶手的吹風機 也有提供很多備品 但是因為裡面不能拍照 所以我就沒有另外照相了 整體的體驗非常非常的舒適 哈囉大家 我現在已經洗完澡回到房間了 這次是我搬到熊本之後 第一個在東京的出菜 然後就想說 自己一個人晚上在飯店也沒什麼事 就可以拍這個介紹影片給大家 因為我今天住在東京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什麼機會 像現在這樣可以住一些東京的住宿 那現在有這些機會嘛 然後就剛好可以住在這麼特別的飯店 所以想說拍影片跟大家介紹 然後也可以順便跟大家聊聊天 幫我自己一個人住在這房間裡面很無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外出的時候 都會帶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我這次只住兩天一夜 然後我又沒有帶行李箱 所以就不能帶很多東西 你們看我這次出菜又帶個這麼小的包包 裡面還要裝化妝包 相機 錢包 隱形眼鏡藥水 所以每次這種旅行啦 出菜我都是盡量行李能少就少 我這次就是帶了三樣非常輕巧 然後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樣呢是海汁機的這兩罐橙魚油 這一瓶橘色比較大瓶的是天然保濕修護橙魚油 這一瓶白色比較小瓶的是天然幻彩修護橙魚油 這兩瓶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商品 那最主要是因為它方便然後用途又多 這一瓶透明的多添加金箔 它就更具有美白跟看老的功效 所以我自己的話通常這一瓶會拿來擦臉 這個會拿來擦身體 老實說我一開始看到這包裝的時候想說有點洋蔥 可是因為它的製造商是日本水產 日本水產這家公司在日本是非常大的公司 那種百年大企業 然後後來我上網查之後發現 有很多很知名的品牌都有在用橙魚油啊 例如是Shiseido資生糖 或是Kosei DHC 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天氣非常乾嘛 我現在手摸起來就有點粗糙乾燥脫皮了 就會很需要一些油的商品 那我覺得它的油很特別的是因為 完全不會黏 一般的油都會很黏嘛 它真的是完全不會黏 這樣擦手就不會乾了 尤其是因為最近疫情影響 到處都在洗手擦酒精啊 手都沒有特別乾 然後我就一直把它帶著 拿來當護手霜擦 是不是還蠻方便 那我就先擦臉 出去在外我就是只用這種一次包裝的 不然帶太多行李其實真的很麻煩耶 它的使用法就是滴一兩滴在乳液跟乳霜裡面 然後可以直接拿來擦臉 那擦臉不要太大力 我就輕輕這樣擦就好了 所以我很喜歡帶這個就是因為不用帶太多保養品 就有這一瓶就夠了 因為油的鎖水力比較強 所以在很乾燥的氣候這種油就變得蠻必須的 在25歲之後我又更有感覺有沒有 而且其實我剛才洗完澡皮膚都還崩崩的 剛才擦完之後就還蠻嫩的 擦身體的話我就用這一瓶橘色的比較多 它也可以拿來擦頭髮 如果頭髮比較容易乾燥 它也可以擦這個來滋潤頭髮 也可以拿來擦脖子啊 跟大家說脖子一定要保養 因為脖子如果不好好保養的話真的會有皺紋 我每天晚上都會這樣子按摩淋巴這邊 這樣的話其實對小臉也還蠻有效果的 我之前有一陣子就蠻偷懶的 然後真的有擦蠻多的 那手肘跟膝蓋這些比較乾的地方也能擦 因為我的皮膚是非常非常乾的 最近我的皮膚開始進展到 只擦乳液根本不夠的狀態 所以我就也會擦這個美容油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跟我一樣乾的話 建議除了乳液之外可以擦乳霜啊或是擦油 那種真的比較可以讓肌膚不要怎麼乾燥 這個連泡澡的時候也可以滴個一兩滴 所以我覺得這一瓶的CP值夠高又很適合旅行 所以我旅行的話就很常帶這種美容油 那第二樣每次我都會帶的東西是這個 登登 花王的蒸汽眼罩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吧 而且這個是阿拉希的陰景祥代言的 這個我不管是坐飛機還是自己在家裡睡前 其實都還蠻常用的 因為它這個非常非常的療癒 你打開之後一帶上去它就會開始發熱 然後就有那個薰衣草的香氣 很像在做SPA的感覺 其實文當本來是沒有用這個的習慣 但是因為我自己非常喜歡 我就推薦給他 他用了之後也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他也喜歡 所以我們家就囤得蠻多香的 它這個差不多可以發熱20分鐘 那除了這種眼罩之外呢 其實花王還有出其他商品是口罩的 然後那口罩就是可以一直讓你的喉嚨 維持濕潤的狀態 那個我還沒有用過啦 可是在日本也還蠻有名的 我想說下次可以去買買看 那第三個我旅行幾乎都會帶來 還有這個 登登 口氣清新定 其實我嘴巴很臭喔 是畢竟就是這種出菜 你要見客戶嘛 然後或是要跟人家談聲音 要是有什麼不變 你嘴巴剛好有一點點味道的話 是很影響客戶的印象那些 而且如果隨身戴這個的話 飛上對方裡有一種 你非常重視整潔 整個人很光滑的錯覺 而且這個很好吃 吃起來是那種乳酸菌的味道 其實就像糖果一樣啊 然後吃進去之後 嘴巴就會有淡淡的香氣啊 因為日本人是非常重視這種氣味的國家嘛 要是這方面不好好做的話 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這三個就是我最近旅行都會帶的 真的是還蠻好用的啦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購入 我在開箱飯店給文當看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這個床比我想像中還要軟 我本來以為會是那種蠻硬的床 就沒想像它也蠻軟的 這枕頭也很舒服 但是今天可以睡個好覺 你看我皮膚多亮 我擦了那個油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囉 我還蠻期待明天那個早餐的 因為聽說真的非常的厲害 不是那種Buffet 可是就是很日式的那種早餐 畢竟它要價1800日元 比我想像中還要貴耶 可是為了派評給大家 我還是買了 把責任推給你們 好啦 那我們明天再見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我現在會吃早餐 拿這個早餐券給服務人員 這裡座位沒有很多 其實真的像一般的餐廳、咖啡廳一樣 那他說因為做早餐需要一點時間 可以先來這裡拿飲料 綠茶、還有牛奶、柳橙汁跟葡萄柚汁 然後還有咖啡、奶精啊這些全部都有 還有提供茶包讓大家可以自己泡茶 而且很講究耶 泡茶的話就是用這種杯子 喝飲料的話是用這種透明玻璃杯 咖啡的話又是用咖啡杯 就是日本是一個很講究這種時系的地方啊 從這些小地方就感覺出來 送上來會長這樣子 有一張菜單是講今天的早餐吃什麼 有一碗白飯 而且白飯連是三行線產都寫得很清楚 烤魚跟味噌湯 一個很日本的定食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兩層的便當盒打開給大家看 這一層是雞肉的主物 這一層就還蠻豐富的 有玉紙燒、梵力杯、還有牛蚌絲 早上可以吃到這樣的定食 真的是很幸福 好我現在已經吃完也check out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早上的風景 早上的話走廊是長這樣 其實很難想像它就在青宿裡面 那昨天晚上沒照到 給大家照一下外觀長這樣 這個是check in櫃台 後面那一整棟都是住宿 有18樓那麼高 好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住的感想 我是覺得它算是還蠻值得來住的一個地方 因為就像我影片裡面有拍到 它每個小細節都非常的用心 雖然說它的價錢並不是很便宜 但因為他們的溫泉水是每天都香噴這樣運過來的 我覺得也蠻值得 然後我昨天晚上就有泡溫泉嘛 我覺得它泡起來是很舒服的 雖然燙可是皮膚不會痛 因為有些溫泉其實燙起來皮膚還蠻不舒服的 我覺得它只有一個缺點是從車站走過來真的要一段時間 然後走過來是上坡 如果你帶個行李箱的話應該會蠻辛苦的 除此之外我覺得很perfect 是一個很讓人舒適的住宿體驗 而且不只是外國人 日本人也很多 日本人來東京竟然也會住這一種 就是小小的旅館 也是讓我覺得還蠻驚訝的 如果大家有要來新宿玩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一下這一家 因為它也有其他房型嘛 你們可以不要跟我一樣住在6樓比較低的樓層 可以住高一點 可以看夜景 雖然大浴場外面就可以看 可是病是一大堆人坐在那邊看嘛 自己兩個人或自己一個人 在房間這樣看夜景比較浪漫 好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現在要跟客戶去開會 祝我順利 好啦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這邊住住看 遊園旅館 掰掰 舒服 好